在咱们国家所有的山脉上 要说最特殊的一座 那一定非昆仑山莫属了 就一些传言所说 在这座特殊的山脉上 居住着隐藏于室外的神仙 并且还有不少人 亲眼见到过神仙在妒忌 甚至更震惊的是 有人竟然拍到了 能证明神仙真实存在的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究竟是真是假呢 专家对此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某星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 这件事情的始末 话说在前几年的时候 有几个游客跑到了昆仑山来游玩 由于出发的时候没有看清天气 所以说在刚到这里的时候 就遭到了一连几天的大暴雨 因为当时雨下的比较大 周围也是定闪为明的 一群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于是几个大胆的旅游呢 便顶着暴雨出来 拍了几张照片 在拍完照回去翻看照片的时候 几个人竟被手机里面的景象 惊得说不出话来 那么这手机中的景象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呀 天空中的雷电正在劈下来的时候 竟然直直的劈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按理说仅仅只是劈在了人的身上 并不会感到这么的惊奇 但是最惊奇的地方就算 那个人的位置 竟然在离着地面不知多少米的高空 在这个照片已经曝光的时候 在网络上瞬间爆火 有的人质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也不乏有相信这是神仙度解的人存在 对此专家们进行了解释 天空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雷电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磁场很高 而照片中的人影也仅仅只是凑枪而已 那么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此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